这种舌头,就算瘀血再重,也别去吃血腐竹鱼丸 前几天遇到一个患者,上来就跟我说 自己感觉身上瘀血很重 动不动就有头晕乏力,没精神 而且主要是这个胸口 时不时会有针扎一样的刺痛感 这种疼痛,他还往这个后背去放射 总之是这个人哪哪都感觉不舒服 他也吃了不少活血化瘀的药 像血腐竹鱼丸,那不仅效果不理想 而且越吃,他越不舒服 经过详细了解,他平时还有怕冷,手脚凉,容易拉肚子的问题 从他的舌相来看,他体内除了有浴血 同时还有脾肾阳虚,湿气重,以及气血不足的情况 我们说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 如果脾虚气血不足,他这个气就没有办法推动血液正常运行 那体内你的寒湿只会越来越重 也会加入你这种内生的寒湿 血欲寒就凝,这就像冬天的河流结冰一样 那瘀血也就产生了 虽然说有瘀血,用血腐竹鱼丸能活血化瘀 但是他更容易耗气血,他也没有这个补羊去弹湿的作用 所以本来这个人气血就不足 你通过这样一用药,气血就受损更少了 那瘀血在这种情况下也会得不到化解 反而会加重 这个时候啊,其实我们应该在活血化瘀的基础上 配合瘟羊补羊以及去弹湿的药来综合调理